欢迎收看60分钟 我是方怨迪 原本应该是幼童快乐成长的原地 没有想到因为一连串的疏漏 接近两年的时间 造成20位幼童陆续受到伤害 罚令的不周全 还是行政单位的疏失 为什么在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 狼尸竟然没有被停止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未来又该如何防范 60分钟带您快来关心 喷漆 冲撞 家长行为不可取 但却透露出很多家长的不满和恐慌 为在台北市信义区 培诺米达幼儿园的教保员毛俊生 伤害超过20名幼童 市府团队的失职 让家害人持续的恶行 憾事重复的一个发生 狼爪延伸到20多名的一个孩童 相关的责任难此其咎 孩子留下无法抹灭的伤痕 身为父母的我们 也永远带着歉意 自责及愧疚的心情面对孩子 我身为台北市长 要向这些受伤的孩子和家长 致上歉意 进来幼儿园的事件 不论发生在以前还是现在 或者在法令或政策上 可以更加完备 我们都会来检讨改进 避免未来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造成孩子和家长的不安 鞠躬盗窃只是开端 如何防范是重点 回头检视整起事件 其实早在2022年7月 就有家长向警局报案 台北市交易局接获通报 展开行政调查 调查后因为证据不足 决议案件不成立 台北地检署因为监视器画面 无犯案过程 而且当时幼童无验出伤痕 无创伤后压力症反应 在2023年6月14号 做出不起诉处分 事件第一次爆发 从2022年7月家长报案 到2023年6月中旬 检方不起诉 家长要问的是 既然有嫌疑 为什么毛俊森在这一年期间 还继续在幼儿园任职 保护这个老师 也没有立刻做出 平址的这个处分 让更多受害者一直在受害 原方有肾死的话 他发生这件事情 他就应该隔绝 或是请这个教保人 他可能要离开植物 或是暂停他的植物的部分 这一部分一般幼儿园 如果发生的话 的确会比较采取这样的部分 那这一案件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那个 就是家汉是园长的孩子 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他是园长 或是幼儿园里面一个决策者 或是他也是一个权势的人 有可能因为这样子 所以倒是 就是些老师 他也不知道怎么做 或不敢做 也有可能的 一个环节的疏失 嫌疑人没有停职 也等于变相给嫌犯开了方便门 事件第二次爆发 2023年6月 有多位家长发现小孩 疑似遭到毛姓嫌犯 威胁性侵 陆续将警局报案 这次 台北市富佑警察队到幼儿园搜索 扣押监视器主机 台北市教育局 也组成审查小组展开调查 8月10号 台北地贤署起诉毛姓嫌犯 8月16号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挤压 幼儿发生疑似遭受侵害的事件 要在24小时之内 向县市主管机关进行法定的通报 以及校安的通报 第二点 其中危机处理机制 就是要结合所谓的社工 医疗还有家房中心的相关介入 然后进一步的去厘清案情 并且提供幼儿还有家长的 进一步的协助 该移送司法机关调查的 就要移送司法机关调查 该做行政处分的就要做行政处分 教保人员服务条例新法 2023年3月上路有了法源基础 毛姓嫌疑人被停职 市府相关单位也做出了处置 对犯人开出60万元罚还 并且终身不得担任教保员 负负责人没有及时将犯人停职 没有及时通报共计法51万 非指幼儿园许可 而且不得担任教保服务机构之负责人 或财团法员 幼儿园之董事或监察人 相关人员依法列入各教育场域 不失任人员通报及查询系统 全国幼儿园都不能任用 命公告在教育部全国教保资讯网 亡羊补牢防范未然 只是在法令不完备时 面对类似事件 家长们就只能默默承受嘛 法没有强制规定的时候 还是会有突破口 在110年的教育部公函的韩文 就已经通知全台湾的幼儿园 去建议说你在调查期间 可以得 他的法律上面的文字是得 不是因 所以他没有强制性 但是教育部还是有去建议 全国的幼儿园说 如果你有发生类似的事件 我们建议还是调离现场 或是先让他请假 然后等调查完之后 我们再回复 幼儿教人员的条例里面 有写到是说 如果发现他确实有这件事情 他不需要到刑法 他不需要到刑法确认之后 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他只要有发现的确是有这件事情的话 他就要给他停止职务 免职或是要隔离到别的职务去 所以可见这个幼儿园其实是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说可能相关单位也没有留意到这部分法 可能要很快要去做一些落实的部分 所以导致可能第一时间 或是可能第二次在发现的时候 没有很快再做这件事 所以导致到去年的时候 才就是决定出来之后 才去做一些公告姓名的部分 这个就是有点太慢了 原本可以及时止损 但因为新旧法轻狂不接 造成将近两年时间 二十多位幼童受害 教保员没有停职是征结之一 另外通报流程也有瑕疵 2022年家长向警局报案之后 案件先转到社会局家房中心 再转到教育局 案子层层转 因为幼儿是属社服主管机关所管 适用性骚扰防治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不适用教育主管机关所管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 但如果区分幼儿园属性 社会局认为隶属教育体系 主管机关全责不同 法规适用对象不明确 让不同局处在处理时 有了解释空间 人为什么目前会这么尴尬 是因为社会局可能会觉得 这是教育局的事情 那教育局会觉得说 那你社会局要去处理 因为他可能跟就是 我们幼保有关这样 但是我们他的幼保员 他又具有就是老师的特性 所以他是跟教育 他是个教育场域 所以他会变成就是说 他的主管机刚刚可能前存责不清 或者是说到底是谁要去通报 我们现在目前只知道 谁要去调查 就是教育局要去调查 做行政调查 但是可能包含了前段的通报 然后还有后面的辅导 这一类的衔接 其实因为他是幼儿人的关系 所以他会有权责不清的现象 我们在这个前期的 包含了调查 以及后续的解聘程序当中 这个园长的这个身份 我们真的应该都要建议会准用 说校园姓平的处理机制 那在目前的教保人员的 就是条例当中 那他还是有一些 跟校园姓平处理机制 没有能够对齐的部分 司法侦查旷日费时 纵使嫌疑人已经停职 或离开原单位 如何确保嫌疑人 不会到其他县市 或是到其他教育单位 教育部有建制 不试任教保服务人员资料库 会要求上系统确认 对方有没有设政 教育与司法的相关案底 而且每半年还要上平台复查 尽管能够定期 勾集教保人员案底资料 但比较难及时追踪 如何监管 正在接受调查的教保人员 需要有更周延的做法 要成案是确定是被判决的 才有所谓的前科的部分 可是如果它本身是一个 仪式性骚扰 一个性骚扰案件 或是它职业性评调查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就你去警察局 是查不到前的资料的 那这个性骚扰事件或的案件 或是有可能被和解掉的案件的时候 你要到哪里去找 这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 透过社工或是一些家房中心的 相关的第三方的机构去介入 这样才有办法去避免说那些业者 因为可能是维护自己这个业者或机构的这个生育 或是不让其他家长知道 来这个不做任何的通报也不做任何的处置 行政 司法 双管旗下 佩洛米达幼儿园 教保员 毛俊生 还被查出600多支不压影片 法院裁定严压 但不管司法判决结果如何 都已经对幼童的身心带来伤害 性侵害的这样的事件的话 可以透过陪伴幼儿 多多陪伴幼儿 并且需求资商的一些管道 来做一些补救的措施 那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了 依照我们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28条的规定 可以向主管机关请求相关的辅助 那最后呢 如果说确实已经确定有这个 性侵害的这个犯罪的行为 也可以向这个性侵者 请求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 来加以补偿 幼儿园的孩子 可以可能教育孩子一些 那个身体红绿灯 那如果有谁触摸 你的下体或身体隐私处的时候 你要赶快跟老师或是家长讲 这就是我们会比较采取 就是预防对孩子会有预防一些 一些教师跟孩子会有预防一些措施 政府的轻呼 性侵法规的不完善 害得幼小生命遭受狼爪袭击 从小教育孩子 身体的自主保护 额绍社会安全网 更期待中央跟地方政府 竞速捕获 五号 额绍法第69条意外成了坏人的保护伞 已经施行十多年的额绍法 是不是该修正一些条文 或者是定地例外的规则 让相关的讯息可以适度揭露 广告后带您关心 台北幼儿园狼尸案引发了社会的舆论哗然 其实早在2022年就已经有家长通报 这所幼儿园有不当的对待的情况 但是鲜少媒体在报道 依据额绍法第69条 媒体依法是不能够揭露校民 跟加害人等等各自细节 一旦违法就会面临到罚缓 最后造成了媒体针对类似的案件 几乎是静若寒蝉 对此不少立委 还有民间团体都站出来呼吁 认为法规跟制度要通盘检讨 不应该电相保护 加害人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 儿少法年久失修 13年前立法至今都没有修订 很多的条文都已经不符合 现今的社会需求 各界期盼 相关的单位能够尽快修法 让法律不再成为外人的保护伞 台北市新医区私立幼儿园 爆发男性教保员 涉嫌长期猥亵信心幼童 检警在查阔的手机与电脑里 发现大量受害幼童的不雅语言 引发社会舆论与各界踏伐 长期关注儿少议题 立委林月勤表示 其实早在两年前 就曾有家长通报警局 111年7月份的时候 他曾经去通报警察局 可是在等待调查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都没有很积极 他也尝试去找媒体 媒体说我抱歉我不请报 我报了到时候我被开罚 所以被拒绝 前天111年7月如果媒体有报导的话 这个案子被好好的调查的话 今天不会造成20个孩子受害 甚至现在也有可能不是只有20 搞不好是30 依据儿少法第69条 与相对应的施行细则第21条规定 对于受害或遭遇负面事件的儿童少年 媒体不得报导记载姓名 或足以识别身份的相关资讯 包括照片 影像 声音 住所 亲属姓名 就读学校或旗班级等 罚环动辄数十万元起跳 的确每次大概只要讲到校民 讲到住所 讲到这个通通于律开罚 甚至某周刊 还只是因为里边报导的时候 有一张文书的纸 拍到一张照片 里边有当事人是耳少 事实上是他写的笔记 可是这笔记里边 全台湾这么多人的笔记 又没有去做笔记验证 可是因为这样而被罚 就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媒体会进入寒蝉 他不敢去报道 媒体身为第四权 有监督与揭闭的作用 不少受害家长曾向林月勤反应 倘若媒体有报导 他们就不会将小孩送入虎口 媒体报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媒体本来就是第四权 尤其是这种揭闭的 地方政府会有压力 他在查的时候 他不敢掉以轻心 第二个 我若是家长 我就知道信义区有一个幼儿园 那我家住信义区 我小孩又念信义区的幼儿园 我一定会问小孩说 到底有没有一个老师要抱你 然后另外一个 又事实上是讲的是男老师 那我觉得信义区 我看看我们学校没有男老师 我就放心了 这几年只要是额内案件 或额少性侵事件 媒体虽然在案发后 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实情 但碍于额少法第69条规定 担心被裁罚 多半不愿报导相关新闻 额少法第69条 当时制定的一个渊源 其实他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权 避免在所谓的二度或三度受创 所以他制定这样的一个条文 是有当时他的一个立法的意义 而且额少的隐私权的保护 保护各自的维护 其实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一直接触要去保障的 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曾参与额少法立法的李洪文提到 民国一百年后 法条就再也没有修过 而立法的时空背景 是因为当时家内额虐事件 相较于家外来得多 一旦报导出来 孩子身份容易识别 但随着时代演进与政策推行 所欲的不当对待事件日益增加 原意是为了保护孩子的法条 竟变向成为加害者的保护伞 在额佛立法看来我们会觉得这个法条 真的已经年久失修 因为13年来这条公布之后就再也没有修正过 我们的法规已经旧了 那没有与时俱进 也完全不符合现在的媒体的业态 媒体本来就是第四权 它过去就找到社会的一些弊端的时候来做揭发 可反而事实上对额少权益保障说 它竟然不能发挥功能 我觉得蛮可惜的 监察院介入调查后 直接公布涉案原所名称与嫌犯姓名 遭外界质疑与双重标准 但卫补部却以额少法第69条第四项的例外规定 做出解释 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之下 包括要增进儿童及少年福利或维护公共的利益 那经行政机关邀请相关的机关 审议认为有报道必要是不在此线的 所以监察院也正式引用了目前的这个法令的这个例外的规定 来做这样子的适度的揭露 已经受害或遭受负面事件的儿少隐私 那么要求媒体在报导涉及这些事件的新闻时 不得揭露足以识别该儿少之身份资讯 并未规定不得报导该事件或保护加害人隐私 那么这一点 卫补部必须要在这边再次强调 强调幼儿园不算学校 法条没有禁止报导幼儿园名称及加害人资讯 引发媒体界集体炸锅 多年来因为报导涉案场域名称 被辖区卫生局或NCC重罚的媒体业者比比皆是 难道缴出去动辄数十万元的罚环 全是一场误会吗 如果中央机关真的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报导 那你应该立刻发正式公文给予信息 说以后这种东西不能够处罚媒体 那你有做这件事吗 你没有做啊 所以你只是在骗人而已 卫补部这时候说这个说辞 我也觉得不太能够接受 说本来就是幼儿园不是学校 本来就是可以报导 那你以前罚电视台 罚报业 罚什么的 例外情况究竟谁说了算 适度揭露 判定标准在哪 媒体记者 实务工作者 甚至地方政府都无所适从 对公务员来说 在他的认知里面 对于儿少呢 一定都是采取保密原则 到底从儿少权益保护这个角度 那我们大家可以在过程中 揭露到什么程度 不管是媒体或公务人员 其实我们也有待 希望中央可以竞速给我们的标准 因为现在的说法 跟公务员的认知上 的确是有一段差距的 司法机关的文书的公告 也在69条的规范里面 原则上也是不能揭露身份资讯的 那也没有基于其他两院 考试监察的部分 其实在法规里面都没有名列 专家指出 长期以来 儿少法相关法令模糊 诡犯不足 尤其限缩执行权 导致有心人士 能够利用漏洞 不断犯案 以幼儿园来说 如果是不当对待的实践 地方政府可以在他的公务 上面公告 但是很多民众 很多家长都会说 他到底公告在哪里 一层又一层 那个路径都不一样 每个县市的做法都不同 那公告违法的部分 有人说他把他的那个 行为写得非常地具细迷 就写得很清楚 那有的县市公告 之前说他违反 诱照法第几条 诱照法第几条 第几项 可是一般人不是 不是学法的 他不是律师 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 他根本看不懂 他还要去按读所记 各地方政府公告的内容 方式与范围都不一致 李鸿文建议 透过跨部会 跨系统的勾机查核 让二郎无所遁形 广为人知 未来有一个很需要的部分 做的是 这些可能对儿少下手 特别是我们讲 所谓的恋童癖的话 那一定要有一个 跨部会的网络 跨系统的勾机跟比对 司法院的各种判决书的 公告的网站 跟各个单位公告 各个部会 或各县市公告的这些 所谓不失任人员 或所谓的黑名单 那个专区 即便是还在侦查中 嫌犯停职调查期间 也必须尽速通报列管 为了防范这些狼尸到处流窜 我们未来所有的机关 在停职调查的期间 就可以把所有这些 有问题 有可能有问题的狼尸 我们地方所有机关 就可以同时列管 而且可以通报到 全国所有的教保相关的单位 69条 我们现在会希望的 事实上是 针对于这个状态 是不是多一道卡关机制 也就是说 而少团体也好 所谓的媒体也好 可以一旦发现这样的事情 那跟我们的主管机关 木地事业主管机关去申请说 那我这个事实上是 我发现了什么事实 什么状态 所以那请卫夫夫在短时间内 是不是要比照 我们像景安的72小时内 你就给个答案 说他可以报道 让孩子在成长的环境中 没有任何死角 是未来修法要努力的方向 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 整个过程不可造进 互此施笔 尤其是受害者的被遗忘权 必须更加谨慎处理 在所谓的这样的受虐的事件 人身安全的事件 或者是性侵害的事件当中 被害人的被遗忘权 这件事往往是一旦公布之后 就随着覆水难收 因为现在是世卫时代 所有的资讯都可能被快速地转贴 甚至会有无法移除的状况 将加害者各资公出于世 意味着受害者身份也有几率 间接地被曝光在社会大众面前 执行权与被遗忘权 天平两端该如何平衡 公告好像可以大快人心 但实际上孩子的权益 也是我最在意的 所以可能从事前的警示 有一些高风险的因子的时候 怎么样在案件 我们要提高相关人员的警觉心 到所谓的预防性的保护机制 怎么样从源头让这个可能的行为 人会所谓的嫌疑犯 他先暂时隔绝开 跟孩子接触的机会 第三个才是所谓的 分级分类的公告 我们觉得这样子可能才能够兼顾 从提高警觉心 和加强预防保护机制开始 在依据个案情况做分级公告 未来法规与制度的修订 也要有专业审慎评估与细致规划 全民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竹起温柔而坚定的屏障 近年来 儿哨不当对待事件层出不穷 根据统计 六都不当对待的通报量 以2023年为例 就高达了415件 但是最终只有61件被裁罚 不到15% 这样的数据 让不少家长对现行制度 感到灰心 专家认为目前的监管制度 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骚证不易再加上认定委员会的组成比例失衡 教保代表跟主管机关的人数 往往多于儿少福利跟家长代表 这样的配比应该要更公正合理 专家建议 未来在修法的时候可以明文规定比例 而除了修法 教育也要跟进 民间团体建议 身体自主权和性教育 从学龄前就要交起 让孩子起早明电身体界限 也有助于清楚表达个人感受 用对等的视角 倾听孩子的声音 才能够真正保障我们的下一代 口香糖黏黏黏 好 屁股跟屁股黏在一起 寓教娱乐的课程 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 透过游戏认识自己的身体 教导孩子们正确的性观念 以及身体自主权 性教育从小教起 身体 身体 对 身体这个地方叫做胸部 你们的胸部在哪里 胸部在哪里 大家也知道吗 那首歌 头 耳 肩膀 膝盖 脚趾 中间的那个部位都会被省略掉了 所以我们其实在教育孩子 认识身体的过程里面 就很缺乏让他们去认识 他们的私密处跟那个性器官 那这件事情其实会让孩子 我们的孩子 不认识这些器官之外 也很容易就是在讨论身体界限 或者是可以触碰跟不可以触碰的 那个部位这个的讨论会变得非常少 华人社会大多认为性是敏感害羞的禁忌话题 对于孩子的性教育 往往不知所措也不擅长 但事实上性教育谈的 不仅仅是性也谈关系 包含性别之间的互动 即便是最亲密的人 也要尊重自己的意愿 口香糖黏黏黏 黏胸部 你要问一下下有没有想要被黏 妈妈有没有想要黏 可以 好 要问一问 如果你不想要 你就说我不想要 好不好 同音同语在游戏过程中 带入身体自主权观念 只要自己不喜欢 没有经过允许 连一根头发都不可以碰 空空妞跟你们一样 她不喜欢被碰的地方是头 可是有人碰了她的头 她可以怎么办呢 以布偶或绘本当作教材 让孩子知道身体界限 学会尊重的同时 也能清楚表达自我感受 透过这样子感觉 界限跟行为反应的练习 她就可以讲出一个 很完整跟清晰的一个过程 让家长知道 那其实是有帮助于 他们在求助的时候 可以很清楚表达 他们自己的感觉 很多孩子她 因为是幼儿 她不知道什么样子会被侵犯 然后她所有的不舒服都叫做肚子痛 甚至她更不知道 她的私密部位是可以被放进一些东西的 那对孩子来讲完全超乎她的理解 近年来 儿少不当对待事件层出不穷 尤其每当社会上有侵害幼童的重大事件发生 民众连生小孩都要想很多 我两个女儿 所以就是变得很担心 就是我要生小孩就会比较 觉得女生就是要担心很多 我们家小朋友现在还没有上幼儿园 然后这个时间点听到 后面开始就会担心说 不想要太早把她送去幼儿园这件事情 幼稚园这一块 就是会有很大的担忧 担心说她会不会 可能会被老师欺负啊 或者是 就是她没有办法表达她自己的想法 这样子 VV生完小孩后 陆续看到社会上爆发 虐婴虐童案件 毅然决然留职庭心 专心在育婴上 但她还是希望可以尽快回归职场 本来前一阵子有想说 在可能再试试看 要不要就是再让她去拖赢 但是就是新闻事件一直出来 对这样导致于就是让我们很不放心 根据统计 六都在2023年不当对待通报量 高达415件 但最终被裁罚的仅有61件 不到15% 这让不少家长对现行制度 感到相当失望 专家认为除了在监管与搜证 还有待改善之外 认定委员会的组成比例 也是成案与否的关键 两方的权益都很重要 比如说儿少权的 要委员要占一半 老师权力的占一半 台北市不是啊 四个市场是主管机关的人 再来六个是教保的代表 儿少福利团体两个 桃园更离谱的是 他连儿少团体的组织的代表没有零 过去多次担任认定委员 林月勤对各领域代表的人数比例 时常感到困惑 他也曾建议教育部应该要明文规定 认定委员会的组成 避免造成不对等的情形 我如果是没有身历其境 我不敢坐在这边讲这话 因为过去我身历其境 我常常举手是举述人家的 我曾经有一次投了不同意 然后计票的时候不同意是零 多方厉害关键的一个状况 而且大家不同的角度 思考的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特别是在认定儿少 是不是有受虐 是不是不当对待这件事情上面 投票制是最好的决定 要不要改成共事局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未来的决定 这样的案子要不要承案 因为承案与否就是决定 相关人员是不是 会不会被裁法的机制 专家建议未来修法时 认定委员会的组成比例 要在法条里明文规定 确保各方权益 另外也要强化资讯查询透明度 目前有不少因重大违规事件 被地方政府废止立案 或停业的幼儿园 以更换名称 负责人改名等方式 重启炉灶 继续对外招生 这样就查询不到 过去的违规记录 最怕的就是届次还会 根本换汤不换药 都同一批人在操作的话 再担任老师或 再担任管理职的话 这个就会引发说 那后端前面管理会有这样素质 那以后端还是会有同样问题 林月琴建议 必须要揭露誘托机构 各项更改记录资讯等细节 要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 与儿童托育服务法里 加入相关规定 政府部门也要积极加强访市 政府部门不得不谨慎 要不要用全面的 那个还是要登载在新的 让人家知道 过去他曾经有这个历史脉络 再来就是加强方式 如果到一段落 觉得他是稳定的话 才不要去加强方式 监视器画面赤裸裸呈现 孩子遭受不当对待 绝大部分家长都支持 肉儿园要加装监视器 但这样真的能够完全防止犯罪吗 给大家一个数据 当年新法要上路之前 有九成以上的托育中心 早就加装监视器了 可是为什么 这几年下来 这些所谓发生在教保 或者是托育机构 一些不当对待的事件 还是层出不穷呢 专家指出 装监视器仅能治标 不能治本 有心犯罪的人 知道如何避开镜头 譬如说厕所就不会安装监视器 厨房就不会安装 所以有心犯罪的人 他们非常知道 怎么样去规避 所谓监视器 监视录影器的一个监督 所以我想 与其呢 布下天罗地网 不用我们想想看 有一个东西它不冲突 就是怎么去拆解这样的危机 李宏文认为 多数的不当对待事件 跟第一线教保工作人员 或托育工作者的劳动权益 息息相关 加班里不到加班费 又要延长送托 延长收托孩子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很晚 工时都很强 所以变成说 特别是很多的一些 在私有市场里面的 这些机构元首的 这些第一线从业人员 他们可能他的 劳动权益 薪资保障 可能都没有像功利的这么好 让孩子们懂得保护自己 同时提升 父母与师长的敏感度 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而对于第一线的从业人员 社会大众也因避免过度贴标签 随着这样的一个 中医的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多 或是这样的检举案件 越来越多 其实会导致第一线所谓的 亲师或保亲关系 会陷入一个不信任 这是对立的状况 其实到后来的结果 会影响到孩子被照顾跟托育 以及幼教的品质 没有所谓的很优质的人才投入 幼教托育这样的行列 其实受害的还是会是孩子跟家长 2022年 衛福部统计指出 学龄前儿童的性侵害案件 有高达九成都是熟人所为 2024年7月 震惊社会的台北市幼儿园性侵案 嫌犯就是园内天天见面 家长小孩都相当熟悉的教保员 当他们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熟人 其实要拒绝 其实会非常困难 所以在当我们把自我保护 这个责任压在儿童身上的时候 他们其实很容易会陷入很自责 甚至会觉得自己好像也做错事情的 那个状态 我们常常会提醒说 大人知道第一时间反应就会说 你怎么现在才跟爸爸妈妈讲 你怎么不早点跟老师说 那孩子就会丢回去了 所以孩子反而觉得 那我不比较强 避免责备语气 也不宜过度强调自我保护 否则会让孩子陷入自责 懊恼的情绪漩涡里 甚至产生罪恶感 认为是自己没有注意到危险 反而会对后续的创伤疗愈造成阻碍 家长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他肯定非常的焦虑跟紧张 所以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除了要陪伴孩子之外 也要允许自己有求助这件事 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在面临这样的事情 会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 他可能忘记他自己也会需要 被帮助 被协助 他也需要有人可能 可以跟他讨论这件事情 民间团体建议 倘若家长在处理的过程中遇到困难 可以寻求像是社会局 或专业单位的协助 家长平时则要多让孩子 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 建立基本的信任关系 保护儿童的责任应该是大人的责任 而不是孩子自己本身 他们就算拒绝了 对方可能还是会持续侵犯 他们的状态 他们其实很难去 去让这件事情完全的消失 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可以由大人以及重要他人 就是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要让孩子们 可以生活在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保护孩子是大人的责任 在这条路上 我们努力为这些小小幼苗 打造安全且充满善意的生长环境 浇灌尊重与爱的甘露 让每位孩子都能被良善以待 台北市幼儿园狼狮案 是行政的疏失还是法令不周 造成二十多位幼童受害 现在由立委提议了 台版梅根法案 这是仿效美国的梅根法案 或者是杰西卡法案 依照再犯的危险程度 来适度揭露加害者的个资 同时也开放媒体适度的报导 让民众有所警戒 不过有学者担心 揭露加害者的个资 会不会也泄露了被害者的个资 另外公布加害者个资 会不会造成社会公审 或是猎屋 都是在修法之前 要审慎评估的 狼狮 性骚扰 性侵 恶励事件可能发生在社会某个角落 如何遏止或是让民众有所警觉防范 有立委提出台版梅根法案 针对儿哨法 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 依再犯危险程度 适度揭露加害者个资 同时也开放媒体适度报道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十三条第一项 它采行了这个犯罪者的登记 还有这个报道的这个相关的制度 来维护社会大中的安全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修正条文 已经采用美国梅根法案精神 梅根法案被视为是性犯罪者资讯公开法 法案规定美国各州必须建立性罪犯 判骚扰儿童罪犯的档案 并且规定各州必须知会 有性侵前科者入住的社区 将有性侵儿童前科者的个人资料 公开在网际网路上提供民众查询 及事先采取保护措施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网站 我可以输入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大概就会知道说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或者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犯罪热点 法案的设计上面 他其实是分成三个等级的 也就是Level 1、Level 2和Level 3 那当然以数字越高 表示这个人可能越危险 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有一些 风险管理和分级的概念 那他可能可以做到查询 或者说我们大概要去小心预防 可能主要是落在Level 3这个地方 以非严重性分等级 还有加害者资讯公开的程度 梅根法案在美国施行这么多年 各州的情况大不相同 优点之一 保护了受害者或是避免再有其他人受害 不过对于加害者而言 可能引发另一种犯罪形态 他公开了这个性侵者的照片 以及他的住居的资料 导致有一些仇视者 他可能会去 因为知道这个性侵者的住居 住居所 他去骚扰这个性侵者 然后甚至有发生过去烧掉性侵者的这个房屋 甚至枪杀性侵者的这样子的这种事件发生 他其实有一些我们讲的一个嚇阻的效果 可是有一些的州 他其实在做出来的一个结果告诉我们说 其实不是可否也不知道到底他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 可能还要有待进一步的评估 那有一些州会觉得好像没有达到他们统计上的显著水准 美国各州的效果没有一致性 让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于再进一步修法有的律 另外国内团体还忧心 因为案件成因不同 如果梅根法案整套应用在台湾 受害者可能再次被伤害 他是陌生人 跟我们的受害者是陌生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底下去设计的这套社区公告制 那台湾当初有比较多讨论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性侵害事件有八成是熟人性侵比较多 那如果今天加害者的名称被公告了 可能包含他的老婆他的小孩 他的亲戚朋友的人可能会被贴上标签说 那他是不是缺点有一部分是 比较不好会引发恐慌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 有些的加害人他可能一次 那有些是重复的 我们说是连续犯 或有可能是他会不会更有一些报复的行为 因为他到哪里都碰壁 那大家认为说他是一个性侵害犯或强暴犯 有可能因为这样工作各方面都没办法去提供给他 那原本有可能他想要改善改过就没有机会 这会不会会有导致就是更不好的一些效果 这一部分我觉得也要去做考量 法可以怎么修可以仿向哪个国家 怎么做最好没有标准答案 加上现在网路发达 事件很容易在网路发酵 后果难以评估 某一个高中他可能有外流事件这样子好了 那会不会我们的就是大众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奇的人 反而会造成说 这个高中后面空格就是搜悬栏 就直接变成偷拍或是外流 让这些本来就已经是受伤害的受害者 他们的就是受害影片会被更广为流传 美国美根法案两个做法 警局登记和社区通知 警局登记这一块 在台湾只要上警局网站 已经可以查询得到 教育局或教育部的相关网站去找 他有没有就是这个人 有没有你在任教的 应该就读的幼儿园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那是可以去查询的 所以我们就是所谓他这些公告制度 整个包含警察或是家暴结讯中心 他们会有一个机制 会知道他出来的时候 要怎么去做一些处理 甚至通知他去持续要去上课 然后去监督 这些其实是都有 台湾现在比较欠缺的 学者认为是加害者资讯 适度公开 哪些资讯可以公开 怎么公开 震惊社会的北市幼儿园狼狮案件 提供大家寝思讨论空间 一个高危险群的话 除了跟警察机关来做登记之外 他可能会大概 会对于一些可能有小孩的地方 比如说幼儿园 比如说小学 甚至像我们讲的这种 所谓的立案的补习班等等 他可能在门口都会张贴 相关的一个公告 那让这些所谓的民众 或者是家长 或者是小朋友要小心 那甚至他还有一些州 可能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比较这个恶性比较重大 或是问题比较大的 他可以做什么事 他甚至可以把相关的 他的基本资料 可以给你提 补习班或儿童机构 部份你去查前科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查到 是说可能证据不足 没有办法就判刑 就判决 确认有刑事记录的人 这一块是比较少会被发现 实际没有被取消 那他有没有可能到各地方 去做一些工作 那这些工作每个人都有工作权 可是对于如果你有犯性侵害 孩子这一部分的话 通常会比较不建议 就是也不希望他靠近或进入 跟他的相同领域来去工作 适度公开加害人资讯 还有所处区域热点 英国的社区公告 也是防弹手段之一 台湾事实上也已经仿效 英国公告社区高危险 性侵者人数的这样方式 然后他公告到各县市的警察局网站 所以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还是可以 就是增加社区的警惕 来保障这个富佑的安全 犯罪热点的概念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区域 我们大概去做一些相关的处理 那就是说至少我们在民众上 也不会那么样子的 你会发现这么大的区域 如果你告诉我说有五个人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这五个人分布在哪一个区域 所以说我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未来能够更细致一点 分区就是你告诉我说 那有一些没有的区域 我们大概也许就比较放心了 如果有的区域可能也许 我们自己可能可以多一些提高警觉 根据卫福部几年前 性侵害犯再犯率所做的调查 性侵害犯罪一年内的再犯率0 三年内的再犯率为2.5% 五年内的再犯率为3.7% 八年内的再犯率为6.4% 十年内的再犯率为7.7% 加害人资料库的这个更新跟运用 我认为这个部分可能要 预予更完善的规范 因为现在会发生说 加害人资料库有些人犯罪之后 他可能就去更改姓名 那更改姓名之后 你在加害人资料库里面 你可能就找不到他之前曾经犯 所谓的这个违法的一些犯罪的记录 那没有办法了解他之前 违法的犯罪记录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追踪到 也没有办法去监管到 仿向美国英国的法令取其优点 再修正为更适合台湾的规范 而少团体还建议 引进澳洲的儿童工作证制度 对儿少防护可以更周全 所以你跟儿少的工作者 你需要去申请这个儿童工作证 那包含了如果 你有一些毒品前科 或者是性贫事件的前科 那你都不能成为我们儿童工作者 你就不能申请这个证 这可能属其的下令营拉 这一类的营队 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芭蕾教室 体育班的 就是外面的体育课程 这一类的 其实都是在跟儿童接触的工作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儿童工作证制度的引入 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去防堵 在我们事务上常常就孩子的话 因为幼儿的孩子的话 很多是觉得说不可靠的他说谎 那也是因为这样很多的一些行为 你说家孩子他就施定了他的 爸爸妈妈是不会相信他讲的话 或是他表现出来 其实就是你的孩子就是顽皮 就是怎样 所以他就要教育他 教训他之类的 那所以导致孩子在跟大人求救的时候 可能就不被信任 那也不被处理这样子 这就是会很可惜的 法的防范 教育的落实 小孩子说的话更认真细心倾听 或许就有机会将未知的伤害发生率 降到最底 时事议题面面观全方位深度聚焦 60分钟将继续带您解释政策把关权益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方彦迪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